近期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现下降的态势 5月5日以来 全国每天新增本土感染者均低5000例 5月12日 全国新增本土感染者已降至2300例以下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疫情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毫不动摇 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指导各地快速处置当前聚集性疫情